24岁程序员连续加班一周导致猝死 我已经准备好了 去找人力小路盖个章吧 你好 我要离职 这是申请书 麻烦盖个章 别着急 你拿着这个离职人员申请表 去找你们主管签字 签完之后再来找我 我才能给你盖章 郭总 人力的同事说 需要您在这张表上签个字 离职人员沟通表 离职原因 阿光 公司的意思是 让我跟你先沟通沟通 这也进到了我作为主管 关心下属员工的责任 那咱们谈谈吧 嗯 好 为什么要离职啊 有什么困难吗 来来来 你先坐 工作太辛苦 身体吃不消 辞职原因我都写在这儿了 本人在公司从事高强度的 产品开发工作 身体耗损严重 急需休息 特申请离职 阿光 你这个离职申请书吧 写的太负能量了 影响多不好 你想想 如果你是老板 看了这个离职申请书 会怎么写 对不对 那怎么写 你这样写 本人为公司效力两年 深感领导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同事们像家人一样和谐相处 本人得到了很大的成长 怎奈家中琐事缠身 无法再为公司效劳 特申请离职 请领导批准 这 这样流程走得快 你在这儿直接写就可以了 行 就这样 这就对了嘛 这种表述多积极 多阳光 我们两个人的沟通效果也达到了 我马上就签字 你好 离职人员沟通表 我主管已经签过字了 您看看 好 根据公司规定 离职需要提前一个月申请 你现在申请下个月才能离职 为什么 其他公司都是当月申请 当月可以离职的 别的公司我不清楚 咱们公司就这样 你现在离职 需要扣除本月薪资 这是什么规定 不合法吧 请参看你跟公司合同的 第二十页第五条 最后一句话 行了行了 扣就扣吧 这句公司我不要了 你赶紧给我办手续吧 行 去财务部找老台 核算一下薪资 再回来找我吧 你好 我是技术博阿光 准备离职 麻烦你帮我核算一下工资 这月走还是下月走 现在立刻马上 撒脱啊 你现在走 这个月的工资可就没了 知道 人里跟我说了 得嘞 那你在这个表上签上 自动放弃本月工资吧 怎么成我自愿了 我明显是被逼无奈啊 小伙子你别激动 在咱们公司做什么 都得讲的流程不是 哎 早签早解脱 要不然再耗一个月何必呢 你损失点钱 换个自由你不亏 呵呵呵 行行行 签就签吧 齐活儿 等我们财务部盖完张就OK了 两天后来取吧 还要等两天 流程 流程 呵呵呵 财务部核算过我的工资了 也盖过张了 好 离职手续基本差不多了 等杜总回来 他最后再盖个张 杜总什么时候回来 不太清楚 大概十天 十二天 十五六天吧 等着吧 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这都到下个月了 我哪知道 我又不是他故意说 找什么挤回来通知你 我是炮炮 关注我的职场小钢炮 东东 我是炮炮 我会一直在在那里 有点灯 有点灯 有点灯